就在莫拉克十周年纪念晚会 韩国瑜 马英九跟武敦义 来赢三巨头难得碰头 坐在一块 不过晚会正在进行 却满脸忧心交头接耳 因为韩国瑜被党内重炮 抨击到体无完肤 我也很关心 我除了关心的话还担心 我也想当初洪秀柱被撤换 七月十九号 党代表才无意义鼓掌通过 十月十七号就突然开场 临时换柱大会 现在换鱼也不是不可能 眼看国民党快分裂了 传出中国很紧张 国台办还派出代表到台湾帮忙桥 因为韩国瑜对中国来说比较听话 因为其实对共产党来讲很简单 最主要原因就是拉掉蔡英文 但是拉掉蔡英文 现在发现说韩国瑜 不见得能够达成他们这个死命 所以他们是焦虑 当然韩国瑜他们认为是 预期比较将来可以配合的人 据传案国台办直接找上 国王两人直接说 党已经有决定了 别当韩国瑜的绊脚石 要求大家团结一致 甚至邀请到北京走一趟 共商细节 敲了是郭台铭阵营 连两天的反应落差 耐人寻味 那个公司会做得不太好 大家说我们要换CEO 结果大家就说 我们要推我们的副委会主委做CEO 昨天那番话是由董事长授权吗 就是讲说 没有我只是跟大家开玩笑说 我们在以前有一个故事 大家觉得副委会主委不好吗 前一天才被说 把韩国瑜打成副委会主委程度 隔天幕僚受访 被说态度转变 难道中国伸黑手发挥影响力吗 再加上中国打压台湾 动作频频 希望你国民党赶快解决掉 现在韩国瑜越来越不稳的状况 第二个呢 他们又想说在韩国瑜下滑的时候 能够压制蔡英文的上升 限制入客 金马奖打压台湾 插手蓝营党内整合 劝退非韩阵营的消息 更是没停过 总统迹象 中国挺韩冲刺2020 试图插手 痕迹早早 3D西红构纸钢纤好台北冲的岛